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今天又討論李更兴 為何討論李更兴呢? 昨天出了一段影片,其實也很高評價 也很受歡迎 在留言區,其實有兩種意見 一種是說我很討厭李更兴 所以就討厭他 其實我聽完整段影片,我真的沒有什麼討厭他 我只是把別人說的話,然後再轉述 這裏澄清,我對李更兴沒有敵意 有另一種意見,又說拉仁哥 替李更兴這個洗白 替他拉生意,叫他人進去 社會商譜基金 其實如果他想知道我對李更兴的 社會商譜基金怎麼看 他不如浪費40元,放了我的Patreon Patreon有四條影片說李更兴 如果他真的看完這四條影片 他就知道我怎麼看李更兴的社會商譜基金 就不用在外面猜猜 所以這集我一直在兩方面跟大家說清楚 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請幫忙訂閱,請讚好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忙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好了,先從第一方面 究竟拉仁哥是否很討厭李更兴呢 其實呢,你們可能見我說得多 其實是不是真的 其實就不是真的 為什麼要說得多呢,因為有新聞價值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做一些時事評論 那件事出來,究竟有沒有新聞價值 其實從昨天那條影片已經知道有新聞價值 即是我一出一條影片 阿里更兴得了誰 已經五萬多六萬人看了 我相信今晚應該有六七萬人看了 我也說過了 即是我覺得我做的影片 如果沒有三萬view 我已經覺得失敗 阿里更兴這條影片 起碼是三萬view 一個double 或者是兩倍 即是日後做人看的 那你想想,是不是有新聞價值 所以有新聞價值的呢 即是我們做這個時事評論的呢 就是要說的了 如果大家很記憶 即是我應該去年年頭 即是二三年 就應該說阿汪山 說得很多 即是他那時候出來說 那些農事店 然後那些樓市就升 但是後來這陣子 為什麼他不斷出文 我都不說他呢 因為我發覺 說到阿汪山 最初是有收視 說到現在 我再說到阿汪山 其實是沒有收視 即是那些人都不看了 即是我再說他 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你沒有收視 即是沒有失能價值 我再說他也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有時候 我都是提提提提阿汪山 都輕輕賴過 就不會說開一集出來 專門來說說阿汪山 即是他在其他的部長 說過些什麼 所以其實你看到我開題目 我就很著重那個收視 即是沒有新聞價值 我就不說了 所以我講到這裏 大家應該清楚 我對其他人的立場 我對他沒有敵意 亦都沒有是 即是說對他有個 真行 外面有很多人說他老簽 其實我就覺得他不是老簽 即是坦白說 他簽了誰呢 即是實物條片我也有說 他呀 還有那些蜘蛛蜘蛛 蜘蛛蜘蛛蜘蛛蜘 他會用老簽去形容他們的 即是坦白說 你說阿利根慶是老簽 他簽了誰呢 其實即是 你說有受害人 都應該有受害人出來投訴 才是一個成立的 現在都沒有受害人 你說那些是假租約 那你也是有一個受害人出來的 即是你不能就這樣看表面 坦白說 炒家哪一個不做假租約 坦白說 即是我過去見 即是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都是炒家 以前我也有這麼多生意的人 就是我一樣放一條大租下去 就是做大個假 這些個個都會做 是吧 譬如你 波叔這些以前都有做 他有一間叫雷蛇的 應音大家都知道 所以炒家一定有這麼多生意 為何大家會見到做這麼多生意呢 是有原因的 有些炒家還把銀行的約 放進去租約 銀行就是鐵約 即是一個五年的租約 他仍是租了兩年 才是第三名才拿出來賣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當時是上升市 即是你其實 你遲些賣 你買得更高 這個價錢 即是做得炒家 一定很經常 就將自己的生意放進去 以前大家都知道 做過這個化妝品 做過服裝 其中一間化妝品 其中一間服裝 我也都是放進我自己的舖位 所以我經常說 你們投資舖位的人 就是要大學生程度 就不是你們這些 去買幾層住宅樓 去買那個舖 這些人是甚麼人呢 就是買一些劏場舖 就是這些人 給經紀稅買劏場舖 死就死了 我們去買舖 我們一定看 有個租約 跟著租約 究竟租約是真還是假 你自己要衡量 即是我們這些資深 舖位投資者就知道 租約究竟是真還是假 就不是你們外面所看的 一看有一支假的租約是假 但這個問題 十多年前 誰不是這樣做過呢? 阿里根興的破產 我們就叫破產群組 是吧? 可能是否經過拉人哥推銷過呢? 說過 昨天的200多人到現在800多人 其實增長少了 為甚麼呢? 有6萬人看過拉人哥的影片 但現在只有幾百人增長 其實算是少了 昨天出的影片 很受歡迎 在阿里根興的破產群組 馬上有人問我 是吧? 立即出來幫阿里根興 漂白了 意料之內 我就不明白為何整條影片 大家看完 我便去幫阿里根興 漂白了 我就不覺得 拉人哥 這期為甚麼不叫人 買這個阿里根興基金 其實你們常常誤會我 我一說阿里根興 你就會覺得 我要幫阿里根興 推銷這個基金 其實你要看我 我當時5月3日看的前景 和現在是很貼切的 如果是Patreon的讀者 就可以進去看看 看看我講的 是否正確 其實那段時間 都全中了 這條影片 是不是叫大家 進去買這些基金呢? 大家進去看完 便知道答案 Patreon 裏面 除了講 對聖門商品基金的看法之外 我還講了 我和阿里根興 對這個 舖市的後市的看法 有甚麼不同 接著我還講了甚麼? 我在這個5月14日 亦都講了 阿里根興的百利息 即是去阿哥 那個財政基金的風險 這些事情 我就不會在外面 這個Youtube頻道公開講 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免得收條私訊 你看完這三條影片 你還覺得阿拉仁哥 不斷地叫人 去買這個聖門商品基金 我就不知道是你利價能力低 等下是我表達能力差 其實舖位投資 這些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 不是一些買幾層樓 住宅樓的人 就有一個質疑 好像早幾天的Jerry 說自己有兩層公滿了樓 一起自住 一起收租 接著質疑我的問題 坦白說 我在97前 和97的時候 炒到天分地 然後變成負資產 當時你們都還未出道 等著Misar Misar 隨便叫他們買樓 原因是甚麼? 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97負資產 其實他們不知道負資產的可怕 還有一個跟你說 你不就先強行上會 起碼有一層樓 公死會 那一層樓 這樣隔得到 其實投資的東西 有時候會制宜人 譬如舖位 舖位十多年前有得炒 現在沒有得炒 就像阿里加興的成為商戶基金 初初時那群股東 或者基金持人 一定是賺大錢的 那時店舖位正在升 到何時升不到呢 坦白說 到二、三年 通了關 大家就知道 就糟糕了 即是 如果在二、三年之前 離開的那些就好了 離開不了那些 就真的不知道怎樣了 其實 所有事情 是有一個期間 有一個cut off 你不可以說 阿南哥以前教過 我說炒舖沒有問題的 十幾年前阿南哥跟他說過 炒舖不是賺大錢的嗎 一路聽著阿南哥 這十幾年一路不斷炒舖 這幾年就輸死你了 所以你炒舖好 或者投資這些基金好 都要因時制宜 其實每一年都要審讀一下 究竟是否還有得做呢 就不可以一部通書 看到了 現在香港很多業主都很天真 以前香港的樓 跌了就會升回 你看沙士 沙士五年之後跌了就會升回 現在只是一樣 新冠肺炎 跌了就會升回 現在我告訴你 這次你糟糕了 即是這次 你無論是樓或住宅 鋪位好 工廈好 商業或車位好 全部一起死 如果大家不相信 就可以跟阿南哥對賭 阿南哥已經說過了 阿南哥只是現在 握英磅、握美金 你們多買幾層樓 5年後 10年後 大家老看出來看 究竟阿南哥握美金 握英磅 還是你握了幾層樓 既然是 講開Patreon 有個Patreon 預告先 明天呢 有個慢料 阿南哥應該率先報導 就有個炒價 準備破產 阿南哥因為 始終人家沒有破產 阿南哥在Youtube頻道 就有機會有收到詩訊 哈哈哈哈 所以還是要放在Patreon 講 這個沒辦法 Patreon其實真的是值得看的 到今天來說 已經有29條片 其實我 你預約我一星期 有一條片更新 始終是 因為Patreon 始終是要找一些 你們在外面找不到的資料 不要說是在互聯網 或者是在人民益運 其實阿南哥一直做Youtube 很多影片都是 幾個Youtuber都有講 所以我想我Patreon的 那些片 其他Youtuber找不到的資料 我可以Patreon講 大家明明過什麼意思 譬如我每天的樓市觸遞 樓市觸遞 樓市觸遞 都是講成交的 其實很多經紀台 都會和你報成交 其實大家的來源 都是一樣 都是在報紙、互聯網找回來 但Patreon那些片 我想是我獨家 不然我現在Patreon講 是嗎? 是拉人哥才知道 那些經紀 那些經紀都知道 或者是不敢說 或者是知道些不知道些 因為拉人哥都在這行業 那麼久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清楚 所以梳理好的條理 就和大家講 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一些香港的樓市 也好 舖市也好 總之地產行業 不要省那40元 其實你看到Patreon 其實裏面也有很多事情 其實不方便在外面講 因為在外面講 很多時候都是怕收入資訊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多謝大家收聽 以及收睇 拜拜 那麼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